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一条事关重大的新闻 它直接关系到这次肺炎病毒的发病源头 虽然这条新闻才出来没多久 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部分关键信息 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其他新闻中就已经透露了 但是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机会 好,我们来看最近的这条新闻它究竟在说什么 这是有关中科院的最新报道研究 中科院的西双版纳植物园 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最后得出了他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次的新冠病毒 它可能在去年10月下旬就已经开始人传人了 与此同时这篇报道 它还说一开始我们一直所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 它并不是武汉肺炎的第一源头 这篇报道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 因为它直接关乎到病毒源头的信息 而病毒源头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得住的话 会对这次的疫情的整个的防控有极大的帮助 我们看中科院西双版纳研究所 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 中国当地的研究机构 他们总共收集了93个来自全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病毒样本 发现这样本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其中三种类型 H1 H3 H43 是属于古老级别的传播类型 还有两种是属于是新的传播类型 他们是H56 NV2 而华蓝市场的患者 他们所感染的类型是H1型和它的衍生型H2型 但是H1型它是有长辈的 在它的上面有H3 而H3型的上面还有H13和H38两种类型 这算得上是H1型的一个老祖先 好 大家看重要的来了 重要的来了 我刚才说了 H13和H38 它是华蓝市场感染者 感染的H1型病毒的祖宗 而这两种病毒样品 居然在广东的深圳和美国的华盛顿州的患者身上 找到了 这说明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毒 基本上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它是整个武汉肺炎病毒的源头 因为它的祖先并没有在那儿被找到 中科院的西双反而大研究所还说 根据他们的研究 这个病毒至少经历过两次种群扩张 当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出现比较严重后果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爆发了 就是从由低级别爆发到高级别爆发 爆发了两轮了 这个病毒的最初的爆发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1月下旬 好 这就是近几天才出来的最新研究的成果 就到这里 好 我们画风一转 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月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年的1月24日 大家注意看 差不多离现在刚刚好过去一个月 国际权威期刊 《纽页刀》发布了一篇武汉经营堂医院专家写的文章 文章中明确指出了武汉首例病人 大家注意看 首例就是最早的一个被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 他是一位患有老梗的老年痴呆的70岁的老人 他是长期的瘫痪在家 基本上不出门 同志基本上不出门 如果从他的发病日期12月1日算起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 他感染病毒的时间肯定是在发病日期之前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判断他是11月下旬受到的感染 就与这几天的这个中科医院西双版纳研究所的11月下旬的这个病毒的一个爆发时间相吻合了 这其中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要点出来 大家注意看 他是一个长期瘫痪在床 基本上不出家门的老年人 而在他发病10天以后 才有另外的三个人也发了病 并且其中两人也没有华蓝海鲜市场的接触 好 下面的信息才是真正的产生重大疑问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 在一个月前左右就已经有记者采访了 救治这位患者的医生 问这位老人是否有亲属在华蓝海鲜市场 医生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回避 他说现在不能下结论 好 所有的事实我已经罗列完毕 这些事实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找到病毒真正源头的关键线索 我们只需找到这个首例病患的家人来问一下 这位病患在发病之前的接触时 是不是就能够离真相更近一步呢 好 节目就到这 再见